说不散场 黑夜里也无妨 天光暗了 雨时火光亮了 准备好出发 已经勉强 时间匆匆不停留 日日夜夜 一一生会不打烊 此律就是 岛上的锋芒 转出过好 每一分每秒 就值得了 青春不语的力量 热血在燃烧 的奔定胜负 黑暗里我就是 唯一的光 守卫往日汗水 冷眼变成战胜 本不是永久一场 做你永恒的太阳 唯一的光 小艾 你先下去 为什么呀 唐欣要跟我去青红宴 你们两个不是不太对付吗 她知道你在这儿不太好 我帮你约个车 那好吧 那你可得补偿我 放心吧 行 车一会儿就到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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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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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老师 小棠 还是大人物的待遇 麻烦你了 徐老师 客气什么呀 走走 上车上车 来来 转车 谢谢徐老师 好 系好安全带啊 你走 看什么看 你叫什么名来着 我叫扬州 怎么了 你射精靠迷信这一套 可不行啊 我这不是迷信 我这是一种信念 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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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打 靠你的信念打 来 你看 果然是个远代 我说杨帆 我叫杨招 你这名字太奇怪 总之我说杨同学 你这信念这一招 也不太行了 对你也没什么帮助 队长 别跟那帮人一般见识了 很多运动员都有自己的吉祥舞 临近比赛的时候 也会找机会逃个彩头的 嗯 修理去吧 嗯 嗯 cultura 别换我 不 看来这个真能给我带来好运 来来来 端起来端起来啊 都端起来 这杯干了 干了啊 干了啊 我干了啊 看谁没干了 吃吃吃吃 小唐 这又不是面试紧张什么呀 放轻松点 这样 我给你分别的介绍一下 就都熟悉了 来 介绍一下 倒酒 各位啊 这个是瑞直播的唐欣 我给大家都介绍过 现在可是小艾有名气啊 大家好 成人了吧 成人怎么能喝果汁呢 我给咱们小唐啊 满上 怎么着也得走一轮吧 我 我 我不会喝 可别欺负人家小姑娘啊 大家都是一块出来工作的 对吧 喝什么都一样 只要心意到了就行 对吧 对对对 老张 你不能逮着人家小姑娘不放啊 不用勉强 喝多少嘴意 谢谢刘主任 谢谢徐老师 我还是敬大家一杯吧 这个冰鱼干 冰鱼干 冰鱼干 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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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唐 坐 小唐 坐 请说你们还得那 大家多吃菜啊 行了 先到这儿吧 今天是适应性夜训 以后强度还会加大 在学校都没有夜训 你这都玩 太累了 你今天平均环数怎么样 我看看 不不不 队长 我这不是第一次夜训吗 还需要再适应适应 留给你适应的时间不多了 马上就会有各种考核 怎么没看到小李杰啊 他不是随队吗 你多关心 关心自己成绩 别想着人乱七八糟 真的 放心吧 好 还在忙 吃饭没有 队长 我先走了啊 在宿舍 想知道唐星今晚干什么去了吗 你说他人在哪儿 海湾一号饭店 你现在过去也没用了 队长 你看什么呢 队长 队长 队长别是想出去吗 咱们这是封闭基地 不允许运动员随便出入 过去吧 小唐 来 再喝一个 不行了 这太晚了 我先回去了 小唐 坐 今天 再等你 今天喝高兴啊 也允闭 也،辛苦了 谁啊 来 小王 把老张送回家 走吧 走吧 赶紧走吧 来 走吧 走吧 我送你一块儿走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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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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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走吧 不好意思 徐老师 太晚了 我 我先回去了 小棠 小棠 你别着急呀 小棠 先别走 再等我 不用 等会儿 小棠 小棠 再等会儿 小棠 小棠 等会儿我送你回家 小棠 小棠 我喜欢你 小棠 这个老徐呀 我跟你说 看见小姑娘就卖不动 再喝 小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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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你 小棠 坐 小棠 小棠 坐 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事了 拿着 沈静言 沈静言 你慢点啊 怎么啦 扭到脚了 扭到脚了 这样疼不疼 疼 你骗我 你压根就没扭到脚 沈静言 先立刻 走 我怎么也没出研究呢 行了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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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赶紧给你点点药 就那么两步路 你不能下楼去买下 别生气 药很快就到了 要不您跟我说说 不是去庆宫宴吗 和唐欣 那小丫头骗子 给脸不要脸 他打的呀 我还不至于让一个丫头骗子给打了 那是谁打的呀 神清 我就说了 他跟他周围的人没一个好东西 徐老师以后可跟他不要做那么紧 那还不是你跟我说的他好上手 要不我 我至于我这样了我 徐老师不要生气嘛 你看 现在锐直播和电视台有很多合作 要不咱们趁这次东逊 给他们点教训 给他点消息 怎么给他点消息啊 我还要面子呢 这事只要他们不说 我就当没发生 从长记忆 好 从长记忆 疼不疼啊 我给你按啊 来 我给你按啊 消消气 我给你 骗你是我不好 可是 你等等我吗 我没骑走 我忘了拿东西了 你还要回去啊 跟你说了多少次 离那个人远一点 为什么我说话你就是不听呢 好 今天是我不好 可我也不是故意的呀 我只是代表锐直播剧的 我也没想到会这样 你干吗这么凶啊 为什么呀 人家谈恋爱都是男朋友 我女朋友 为什么我谈恋爱 我就要一天三顿哄你啊 凭什么呀 我怎么这么亏啊 不是你吃亏 是你没良心 我也有良心 我也有战有欲的 这话 你是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呀 唐县 你知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对你 我怕你受伤 怕你受委屈 可我就是忍不住 我忍不住 你不想把所有的好 都放在你身上 沈静云 我也没有不想着你 我只是没跟你吃饭 我想说 把礼物做好 再赶紧送给你 可是我没想到周总 临时让我参加这种饭局 我 做礼物 是个惊喜 你就当不知道好了 好 走吧 前面打车 不行 我要回去拿那个袋子 不是重要的东西 就别回去了 非常重要 你 做的那个礼物啊 走 你亲手做的 不能了 好 好了 我到了 不许偷看哦 乖一点 小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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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姐 别去想那些乱七八糟了 好 我还把这个送到店里 还有这么多工作呢 加油 阿姨 我要两杯牛奶 三个鸡蛋 两份三明治 是 对 香肠再来两根吧 好的 谢谢 小姑娘起得那么早 给谁带早餐呢 我跟阿姨有一样的责任 照顾好运动员 沈青云 沈青云 你醒了吗 我给你买了早饭 我给你买了早饭了 出门了吗 不对啊 平时这个时候都还在 别跟我 别跟我撒 嫂子 小姐姐 早 提醒你多少次了叫嫂子 嫂子 嫂子 看到你们队长了没 队 队长还没回来啊 我去队长什么时候把这群衣 改成了跑圈群的 他昨天大半夜出去 那么晚才回来 怎么还有信心改居民啊 我都忘了这茬了 小姐姐 昨天晚上队长 是不是去找你了 我可跟你说实话啊 队长这事要是被领队和教练知道 他从封闭基地跑出去 那可省爱主分啊 队长他这会儿还没回来 该模式 嫂子 嫂子 她去哪儿了 知道 小唐 小唐 教练 沈庆元他 沈庆元怎么了 没什么 我就是想问问 他东迅头天训练完成的任务没有 这刚第一天 你替他招什么急啊 我是怕自己会影响到他 还真没有 昨天你在设计馆的时候 小沈的平均环数还提高了零点一 要不给你看昨天的统地表 不用了教练 没什么事儿了 我先去直播了 好 对了 这个训练周期 可以这么高吗 还好 这么看来 他昨晚偷跑出去的事 应该没被发现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怎么来了 当然是来找你的呀 哦 好 沈庆元 昨晚的事情谢谢你啊 教练没发现吧 那就好 我们的射击王牌 今天要继续加油哦 昨天晚上的事儿就当不存在了 就让他过去吧 没关系的都过去了 我现在跟你在一起 对我来说前景就是最光明的 所以特别不喜欢往回看 你看 你看 像不像把心 你想啊 只要往前看 还有那么多比赛 省级 国家级 世界级 还有那么多金牌在等着你 等这个冬天过去呢 你就要全力以赴 争取奥运名额 还有那么多事情 值得我们一起期待呢 是挺好的 不过不管前景有多好 先得把前面的舌头踢开 那个人叫许点对吧 他有跟你发过骚扰担心吗 或者别的那些 可以当作证据的东西呢 实在不行啊 我们可以去网上公开检举他 沈青云 算了 别追究了 唐欣 我不会放过他的 沈青云 东迅之后你就要全力以赴地 去准备比赛 但凡有一点错事 接下来就是再熬四年 我们没有时间跟精力去跟他耗的 你放心 我不会耽误训练的 你拿什么去对付他 他是金牌主播 在传媒界混了几十年 你去跟他硬碰硬吗 没有用的 反倒是他想抹黑我们 倒是轻而易举 可我不在乎舆论 你可以为我着想吗 对啊 对 他伤害了你啊 不是 他不是这样的 你可以轻轻松松说 你不在乎舆论 但我是做直播的 我是有公司的 你不在乎 我不在乎 那公司呢 事情不能只站在你的个人角度 去考虑的沈青云 唐欣 你不用害怕 我说过 我会保护你的 沈青云 你别说了 别想太多 你们觉不觉得 队长和小姐姐特别不对劲啊 以前都是小姐姐在队长的后面 今天是队长在小姐姐的后面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他们之间的气氛 不对劲 难道他俩冷战了 有可能 看见那俩废物没有 昨天我还专门去找人问了那个 不怎么爱说话 那哥们叫什么名 结果 结果我到现在都没记住 你说这可能就是所谓的 零存在感吧 不过队长 你已经想好队策了 就是了队长 你要有什么办法抓紧使出来吧 你看 咱们教练到现在都被他们教练压一头 这等会儿看好戏吧你们俩 教练 教练 教练好 教练好 来 全体列队 来来来 东南队集合了 这次动训呢 由张教练 组抓我们的业务成绩 韩教练 你来说下去 这次我们的训练周期 虽然是准备期 都是一些常规训练 但是希望大家能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经济能力 和训练质量 按常规 接下来我们该进入的是考核期 教练 咱们这次考核不会还是像之前一样 就只是模拟比赛吧 不然呢 您没想过这样的弊端吗 咱们的考核永远就只是模拟比赛单人比赛 那这样的话 永远只是成绩好那几个人占上风 其他人呢 不是越练越没上进心 这不恶性循环 这个 占越 刘翘 我成绩好我真无所谓 我只是心疼我这些队员们 我不忍心看着他们每天就只是陪跑 毕竟讲逞讲逞 我只听说过受奖励变得更有斗志 练得更好的 没听说过 每天垫底受罚 还能努力练呢 您说是吧 那你的意思呢 联合训练 联合 对 我们暂时不比赛只排名 每天训练结束 我们东南队跟他们海雅队 各自统计出自己的训练结果 算出全队的平均环数 总击发子弹数 还有最高环数的前三名 东迅嘛 要的不就是大家一起进步 周队说得对 对 你别说小周的这个主意啊 还是挺有道理的 那这样吧 好 我们今天就按着小周的提议 试炼几天 好不好 好 好 那你觉得她在打什么 我觉得她的建议还挺实在的 教练 是男女一起统计吗 糊涂了 男女分开 也是为了男女两队的尖子声 没有冲突 行 小杜呢 教练 您想知道她在哪儿啊 还不如刷刷新闻呢 杜总 说几点了 你还不起床 还难不成你们东迅的项目 是睡觉啊 好好说 我这不就关心你吗 你跟你爹那赌约怎么样了 实在不行 就缴械投降 扔个错吧 屁 还没结束 等着瞧谱 行 有志气 那快起床训练吧 小心啊 在这设计道路上 被后浪给拍死 行 你厉害行了吧 那 小慈 在训练吗 那还有问题吗 没有 张教 嗯 我有一个问题 那这种比法的话 是全队赢了都有奖励吗 刚打了个鸡蛋 你就畅想想鸡场 奖励 那得看你们接下来的成绩啊 是不是 如果没有别的问题 我们就按照小周的方式 试炼一下 如果顺利的话 明天正式进入流程 还有别的问题吗 没有 各自准备吧 走 走 走 再来去哪里 去哪里 去哪里 某些人这就想要奖励了 有什么问题吗 你们还呀成绩好 还不是沈清源一个人乃全队了 要是没有沈清源 就凭你们几个 你想跟我们比平均快说 咱比赛见呗 这不是那个 全国大赛逾选赛上那个 一枪定胜夫的陈海吗 什么意思啊 那好 比输跳破 不是吧 沈清源 就聊个天的事 你都一个人乃一群人 你们队里的人活得 真够压抑的 你有玩意 要干嘛 干嘛 明天 训练去吧 队长 你这主意了不起啊 接下来就是和你出丑的时间了 他还真是不受别人影响 他还真是不受别人影响 队长 好 乔远 乔远 你跟我来一下 没事 对付他还得用别的找 小唐 今天也来做直播啊 昨天你急匆匆匆走了 害得我担心的一晚上 你说你这路上万一不安全可走 没有 你也看见了 我是跟着一起的 我知道 沈清源 她昨天是辱莽了些 但是你放心 我不会跟她计较的 她就是太年轻 太冲动 所以我才担心你的安全问题啊 教练 什么事 昨天晚上你离开基地了 我 行 你也别说了 人家来电话了 让我去看保安那边的监控记录 我也看了 的确是你 强反鼎流 告密的那个人 是徐殿吗 徐老师 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情了 我以后也不会自己参加这种饭局 看把小姑娘给严肃的 这都是小事情 别放在心上 反正这一整个冬天 我们俩都是要合作的 你可千万别太有心理压力啊 我知道是她 其实我无所谓 这件事对理可以随便访过 你别瞎猜了 人家堂堂正正的主播 举报你干什么 再有现在 你追究谁举报你有意义吗 想报仇 这次罚完下次还敢是不是 你昨天晚上出去是不是因为唐欣啊 我不是那种古板的人 也不反对你们谈恋爱 但是有些事情 你得分得出轻重换机 你跟徐殿怎么回事我不知道 但是这次 第一不是人家举报 第二 还是她通知了我 我才提前把这事给你瞒下来 按理说你还得感谢人家 教练 如果没别的事的话 我先走了 哎 老陈 这孩子 我跟你说实话 那几个饭局啊 我也不喜欢 人太多 太闹腾 要是等你方便的话 徐老师可以单独辅导你 到时候别通知审讯员了啊 耽误人家训练不说 万一再逼上个处分 不值得 是不是 杰鸿 你在看什么呢 这怎么回事 我看看啊 你这消息已经发出了 再被对方拒收了呀 我看下 他被你拉黑了呀 那怎么联系他 你有他电话吗 你直接打电话给他呗 没有 没事 我想想办法 这什么情况啊 姐夫 这个想喝奶茶 是个女孩儿的微信吧 没有别的办法吧 应该是没有了 因为这个微信的话 你必须等他 把你拉出黑名单 不然 你永远给他发的 都是红色感的号 他看不到的 行吧 想喝奶茶 什么呀 小老师 不好意思 我先回去了 小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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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下车跟他急冲动 小沈啊 我刚好要找你呢 昨天你违规离开基地的事 我已经通知你们教练了 会低调处理的 用不着你操心 不过话说回来 谁愿意毁掉一个年轻人的前途呢 这事只要你低调 我低调 对大家都好 对小唐也好啊 省得外面那些风银风雨的乱窜 是不是 你们在说什么呢 这孩子走路走没生呢 你来 行行行 那就这样吧 小唐 咱们回见 姐 姐夫 这人怎么了 我先回去休息我 姐夫 是不是我姐遇上什么麻烦了呀 许主播 方便聊几句吗 我说呢 原来是你小子先举报了 怪不得我打电话过去 张教练里面反应不对 我只能临时改正帮他去说情了 这事呢是我干的 不过许主持 我记得您之前 也没有这么看不惯沈庆元 此一时彼一时 行 我喜欢您现在这个状态 那这样 您觉得 我还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你小子这么年轻 想得到还挺多 倒也不是 其实我想得很简单 我脑子里就只有比赛 但是因为比赛嘛 我总得想办法筹销对手 您合适吧 请别忘了 你的....... 许主席 远远远远何 你会给了我 你没忘了 你会给你 编写的 谁还要 在你 看着我又一次失手 紧盆按下的念头 来不及闪躲 抬头全身一石头 回忆这一下开了脸颂 熟悉全天共和 怎么绕过 怎么他就爱打扰我 不会是自我防御的一种 眼珠耳朵 安静的躲在 关了灯的角落 路白都吃好走 是会平缓的躲 风景都看过 却怎么还是不想走 看着你像表情更刺人 却又觉得笨拙 还会说出口 怕太少又怕太多 后遇这一笑开了脸颂 终时光顾的我 终于打托 爱怎么就怎么折磨 不过就是爱走到起落 我对落空 还装作不动 还不承认最后 回忆这一笑开了脸锁 当光灵情满足 离开时候 微笑难过 我点点走 那日你的走 一一一告别过 曾经以后 真配好就走 未来很宽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